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你有沒有曾經被哪一首歌感動 或者在KTV裡面必點哪一首歌呢 我聽說有人是被一首歌改變了人生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作家馬世芳 跟我們聊他的音樂人生 老師你好 嗨 惠玲你好 我們先來聊你最近出的這本書 其實這本書封面非常非常漂亮 讓我們先聊一下好不好 他是聶詠貞的創作 對 這本書叫《歌物劍》 莊貞設計是聶詠貞 我最近兩本 其實我的每一本書封面 都是聶詠貞做的 跟詠貞認識蠻久了 在他還沒有變成國際級的大師之前 他其實最近也得了獎 對 他拿了金曲獎的 這個專輯的包裝設計的獎項 他幫李宗盛大哥做的那一本 對 但他這個設計其實也還蠻大膽的 是啊 折磨了很多人對不對 是啊 我想觀眾朋友可以研究一下這個封面 這個書是一個小開本的書 對 它是G32開 小小的 因為這個書叫《歌物劍》 所以我跟詠貞有個共識 就是我們希望讓這本書本身也是一個 可以帶著的物件 覺得你會愛不釋手的一個物件 那他就拿這個書的開篇的第一篇文章 我寫了一個和平記號 和平記號本來是這樣的一個形狀 我們還蠻常看到他的 但是不知道他是和平記號 對 因為他出現在很多抗爭的場合 這個抗議的場合 運動的場合 他已經就變成了一個 幾乎跟60年代的青年次文化 也變成連結在一塊的符號 憲勇貞就拿這個符號來做發響 就把它縫在了封面上 他是用縫的 他不是用畫的 他不是用畫的 他是車在封面上的 他就親自跑去找到了一家 可以車圓形的線的工廠 然後價錢也談到出版社這邊 願意咬牙負擔的界線 是 那個機器開動最多一次15台 幾千本書 就要日以計業不停地車那個線 以前一本書其實印刷很快 可是他一次只能15本 你知道車這一個 機器這樣車完一個封面 要花1分零10秒 這件事很有趣 自從我買了這本書之後 我就會特別注意 我昨天晚上坐捷運 我看到一個女生穿一件T恤 我就笑出來 因為他那個T恤上面的圖案 是一塊大披薩 但他的披薩是切割成這樣的形狀 然後底下這塊是拉出來的 非常的有趣 他有很多的變形 但是其實這個和平的這個標誌 請老師幫我們講解一下 他的緣起好不好 這個符號最早其實是1958年的時候 一個英國的設計家 這是他當年的草稿 那那個時候最早是為了英國的一場反核遊行 他需要一個識別的標誌 他就去畫了一個圖樣出來 最早的圖樣設計 這是他當年的草稿 那這個圖樣他畫出來之後 他最早的靈感是 其實是旗宇 是水手的 對 那他的那兩個字母是N和D N跟D N的那個旗宇是剛好上下 然後D就是兩手張開 他就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就變成了這樣的形狀 是有點稍微向下的 對 為什麼是N和D 是因為N剛好是Nuclear Disarmament 就是核武裁檢 他們的訴求是這樣 所以他就變成 選第一個字 對 那因為這個符號非常簡潔 他後來就飄洋過海到美國 那原設計者他沒有申請任何的專利 他讓大家盡量拿去用 是 所以美國剛好在60年代開始 有一連串的反戰 一連串的和平的運動 這個符號後來就脫離了 原本的核子 就是反核的這個概念 他變成了跟反戰 是 連結得更緊密的一個符號 對 所以到後來你幾乎在 所有60年代的示威 街頭運動 或者是嬉皮的聚會 各種場合都會看到這個符號 他也被畫在越戰的阿兵哥的水壺跟鋼盔上面 他們會自己畫這個符號 在他們的鋼盔跟水壺上 然後像在Woodstock的那個場合 很多人就自己把這個畫在旗子上 或者畫在臉上 畫在身上 所以這個符號就變成那個年代的一個象徵物 一直流傳到現在 看到他就會想到和平 想到反戰 所以說不定我昨天晚上看到那個女生 她是知道這個披薩的意義的 特別把它穿在身上 有可能 有可能 對 一直到去年500出新專輯來上我節目 她還講說每個人都有天命 每個人都有天敵 我說你的天敵是誰 她說陳生 但是她拿陳生一點辦法都沒有